一持正见 倡导实修 制空禅室开始 有关心经的解释 一 有人问 请师父开始心经里面 有关心经的无苦极灭道 制空禅室开始 一针法界不谈教义 不谈苦极灭道的道理 因为 教义也是语言相 教义必有能锁 而一针法界 平等无相 也就不会有教义相 所以就直接说 无苦极灭道 这是圣意地角度的看法 二 有人问 五 掩耳鼻舌声音是什么意思 制空禅室 今天这个问题 先请各位弟子来回答 我一会儿来点评 弟子们的回答 制空禅室开始 从答题的情况看 发现男众和女众确实有些差别 女徒弟根本就没回答到这个问题的点上 回答问题 不要答非所问 不要不着边际的漫谈 要直接说出问题所在 回答这个问题的技巧 在于从圣意地和世俗地两方面来讲 重点要回答 为什么是无 第一点 这个掩耳鼻舌声音是幻化的 缘起的 不真实的 是新的妙用等等 所以是无 这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的 第二点 在圣意地的角度 是无一界向的 所以 一定是无咽耳鼻舌声音的 这两点讲清楚就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